而關注台海局勢 少子化也成為當中的不確定因素嗎 因為中國大陸去年出生數 首度跌破千萬 未來難以維持200萬解放軍兵力 所以有專家擔心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不會提早發動軍事行動呢 時間再交易左衡 好 少子化的浪潮 也要席捲中國大陸了嗎 而且很可能還間接影響到的是 解放軍的兵力 我們看到解放軍目前的人數 大約是有200萬人 那麼哈馬斯的領導人 曾經就說大陸恐怕會對台灣展開奇襲 好 其實我們也看到 在中國大陸整個少子化的趨勢 是日趨嚴重 中國大陸在2022年的 全國出生人口 是首度的跌破了千萬大關 只有956萬人 那麼台灣2022出生的是13.9萬人 可是這樣的少子化趨勢 越來越嚴重的話 可能就會產生整個國力上也有所影響 尤其是習近平曾經拋出在2035年 要把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2050年要建立世界一流的軍隊 但是現在如果人越來越少 這規模素質可能都會不如他的預期 所以也擔心說共軍的兵力 是不是有可能會因此而落後美軍呢 那麼解放軍的戰力下滑 間接就會導致說 這個擴張的意圖會受限了 那有可能為了鞏固習近平的地位 是不是有可能就採取冒進的行動呢 不過我這也被評論說這挑戰美國的地位的機會會越來越少 趁著週末假日帶著小孩到有機農場體驗自然生活 現在的大陸家庭因為子女不多 更重視下一代教育與人格養成 2022年中國大陸出生人口只剩956萬人 創歷史新低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全國复聯會議時強調要引導廣大婦女 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樹立良好家風 要積極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加強對年輕人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的引導 促進完善和落實生育支持政策 提高人口發展質量 中國大陸總人口已經被印度超越少子化問題迫在眉睫 今年9月大陸政府就發布了軍隊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祭出生育獎勵補助並新增育兒嫁 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嫁等配套措施 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輔助和計劃生育家庭特別輔助 兩項制度共投入資金278億元 比上年增加37.5億元 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從11月起將在城鎮和鄉村進行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 掌握民眾的潛移流動 教育程度 工作 婚姻生育 死亡和住房情況 強救生育率上緊發條 TVN新聞綜合報導 好 從我們剛剛看到的人口問題 其實近幾年因為退府機制不完整 中國大陸的軍校招生已經越來越不容易 還得靠著不斷下修分數才能招滿 不過有些人認為這是不是跟台海局勢有關 因為年輕人開始害怕走上戰場 航向大洋 翱翔天際 輕力鼓吹年輕人把從軍當一身置業 中國大陸軍校招生史詩級的宣傳片一隻接一隻 然而招生問題欲蓋欲張 打仗不是單一國家的事 網傳台海禁言兵雄戰危 讓大陸年輕世代不想念軍校 事實上長期研究解放軍的學者 認為問題出在社會氛圍 過期來講會去念軍校的人 很多是因為家庭困苦 那我去念軍校我可以免費 我又有收入 那可以改善家裡邊 解放軍的薪水一直在調 當然如果他跟重困省會來比 當然他待遇會不錯 但是跟那個發達省會來講 其實相對他的收入還是比較低 待遇和生活的落差感 讓相信國家 相信黨這段話 在年輕人的心裡成為問號 2016年軍事改革過後 攤開近年 中共27所軍事院校招生數 2018年到2021年間 平均一萬三千人 到了2022年一萬五千人 2023年一萬七千人 虛缺越開越多 但其實首招根本招不滿 大陸的軍校招生 其實有點類似我們連招 就是用連招的成績去登記軍校 那當然這個你要是符合登記軍校 第一個就是你的身體要過關 那隨著現在就是很多人 可能身體素質不過關 變成說我成績放榜以後 那合格的去登記的人數 就慢慢降低 所以就我們看得到就是 會有第一次登記 第二次登記 第三次登記 就一直分數往下跳 分數只是第一個門檻 如果念的科系不是科技相關 派任邊境毫無選擇 想回家鄉服役 升到少校再說 直接影響的是基層缺骨幹 部隊出現斷層 連帶衝擊的中共軍隊現代化 部分憂慮 反映在流行文化 請拿隊列氣血帳 沒他一個人明白 東隊有人拿第一 找來當紅偶像 演出精英戰士 希望年輕人 能把心中的投射 化為從軍意象 除了軍校招生 2023年志願兵役的軍事 才剛開出23255個員額 或軍旅影視創作 既然有美化包裝 當然也有寫實反諷 相較於強軍資源無上限 解放軍的退輔機制 還不夠完備 連帶影響了志願兵的徵集 解放軍兵員約略200萬 但其中80萬人 是每年靠徵兵 來服務武警的義務役 而需要極戰力的地區 不只台海當面 因為我們的防禦面 只是台海 以中國來講的話 它的防禦面 從南海 台海 然後一直到東海 然後甚至在對馬海峽 或刺客海 這些東西都把這個整個 戰線拉長 那實際上 當面可以實際應對的 除非其他地方都沒事 那它可以 available的這個軍力 是有限的 南海 中美持續交鋒 東北亞 日韓和俄國 關係又不復以往 解放軍的各地部署 缺人才 更缺基層幹部 問題一直惡性循環 我們在評估解放軍戰力的時候 不能夠只看 哇 它有幾艘航空母艦 它有幾架飛機 因為不管是任何 各式各樣的先進武器 到最後還是需要人來操控 人來計畫 那這些人的計畫 跟人的操控 以及會不會因為 人力素質的不同 而會有一些我們講 出現戰場上的摩擦 少子化和社會 經濟等結構性問題 影響全球 台灣也身在其中 國軍知己知彼 不該輕敵也無需過分 向威脅逼頭 TVB的新聞 李延至葉日甫 看不到 而政府為了保障權益 是連續八年 挑漲了基本工資 不過根據人力銀行的統計發現 曾經有三分之一的勞工 被雇主以各種的明目 苛扣薪水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領到 足額的基本工資 也導致台灣的低薪狀況 更加嚴重 撈幾冰塊加入鮮奶和精心熬煮的紅茶 先生負責料理台 讓芝麻球還有馬蔥餅香酥不油膩 原本從事廣告業的夫妻倆 選擇創業也是為了增加收入 接案的完全不穩定 因為你這本案子接完了 你可能就沒有下一個 我其實每一年到現在為止 每一年的7月8月是零收入 零收入 那你接案的過程當中 不是馬上可以領到稿費 可能就是做完 然後可能三個月半年 你才拿得到稿費 我們至少只要有開餐有營業 就一定有收入 那你要養小孩啊 繳學費啊 或是支出生活的費用 校勤費等等啊 那一定都會有現金 而過去在工作職場上 雖然是領師傅等級的薪水 但電子化世代接連打擊廣告業 公司也難以保命 公司營運不好的時候 會跟你講說要叫你 請你共體時間 聽到共體時間 我們就知道大概是什麼意思了 然後如果你有吃到的話 大概就是 全景獎金大概是沒有 勞工在就業市場裡 也許會因為不懂勞基法 而遭剝削 例如全景獎金 交通費或是伙食費 都有可能變相減薪 因為全景獎金基本上是屬於 激勵性值的 如果員工因為沒有領到全景獎金 而讓他沒有辦法領到 基本工資的話 這樣雇主就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那至於像伙食費啊 或者是電信補助 交通補助等等 只要如果他們是實領 領到的薪水 是有符合基本工資的 那這一切是合法 但如果因為要時報時銷的關係 沒有辦法領滿基本工資 那這個部分雇主也是違法的 明年的基本工資 將從兩萬六千四百元 調整到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元 調升一千零七十元 調幅大約是百分之四點零五 台灣不只低薪問題 讓人詬病 即便政府為了保障勞工權益 連續八年調整基本工資 但根據人力銀行2021年的調查發現 有百分之三十五 也就是高達三分之一的民眾 在薪資上曾經低於基本工資 可見實務上許多勞工的薪資 遭到雇主惡意動手腳 我估個四萬塊錢沒有人來應徵 因為他可能工作的時間 是早上七點鐘到晚上十點鐘 那麼長的時間 那這個老闆也許會補貼加薪 或者這個全勤獎金 食物津貼 通勤的一些成分 事實上他最後含在裡面的結果 事實上就是基本工資的價錢 甚至還有僱主將應該負擔的勞退 百分之六強扣在勞工薪資裡 而台灣的低薪問題 更應該是政府作為領頭羊帶頭加薪 根據勞動部四月份公布的最新數據 去年的平均出任人員的 平均月薪是3.4萬元 那麼高中高職畢業的這些社會新鮮人 他們的出任薪資大概是2.7萬 大學畢業的新鮮人大概是3.1萬 那麼出社會之後的第一份工作 領到基本工資的人數比例 大概降了24.2% 簡單來說就是每四個大學畢業生 或是每四個出任人員裡面 就有一個人領到的是基本工資 事實上可能這個年輕人 他可能生產力超過2萬7 甚至於可能是3萬塊錢 所以他對他來講 也許基本工資是一個保障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 也對他有一些傷害 他不應該拿那麼低薪 因為現在台灣就是瀰漫低薪的 一個氣氛 所以這些老闆 負這個低薪的情況之下 他也許不會被其他人有所詬病 因為他的員工放眼看去 他的也許員工的朋友 大部分薪水都不會差距太大 除了政府必須帶頭改善台灣的低薪環境 也應該舉辦講座提供勞工 勞基法的基本知識 甚至主動查核避免勞工權益 在看不到的角落 貝湖市 TVV的新聞 何將而先端 時段報導 然而每逢連續假期呢 高鐵的旅運人次都不斷地刷新紀錄 但是這也象徵的國內運輸系統的失衡危機 台鐵西部幹線跟客運 必須積極轉型找回客群 轉運站客運售票口冷冷清清 還有人專程跑來退票 想說高鐵比較舒服 可是客運比較便宜啊 就...錢再賺去吧 通常出去玩會選擇 以什麼交通工具的優險 遠的話就是高鐵 如果近的話可能就是台鐵這樣 所以客運是最後的選擇 客運別傷心 你還是有擁護者 客運比較舒服 很多人覺得搭高鐵跟台鐵比較舒服 你覺得咧 但是價格上可能就比較... 就比較昂貴一點 還有要去宜蘭的香港的朋友也選你 客運比較近我們的主店 然後這邊買票也比較方便一點 如果要去其他城市的話 會搭哪一些交通工具 一般可能是高鐵吧我想 可是如果要去其他地方 高鐵還是首選 這點馬來西亞遊客也認同 你們如果在西部旅遊的話 會怎麼選擇 優先會搭高鐵 為什麼 因為旅遊的話就是時間 就是金錢 所以我們還是會想要一個 比較舒適又比較快速的方式 去到我們想要去的地方 台鐵也沒有考慮嗎 可能區間 可能去到比較小的地方 高鐵去不了的地方 我們會選擇當 但也有人怎樣都不搭台鐵 台鐵喔 台鐵太慢了 對 台鐵太慢了 台鐵是完全不會考慮 不會 今年中秋節還有雙十廉價 高鐵站被旅客塞爆 這樣的情況 明年春節過年恐怕會再重演 事實上台灣過去的運輸系統 是由高鐵 台鐵 還有國道客運三組鼎立 但隨著國道客運不斷萎縮 台鐵乏人問津 現在已經呈現失衡狀態 中秋雙十廉價 高鐵分別輸運33.8萬 28.4萬人次 創歷史新高 台鐵運量 廉價都有65萬人次 但與疫情前相比 中秋掉12萬人次 雙十少了19萬人次 那失調平衡基本上 大概也會加重我們的高鐵的負擔 也會降立它的服務品質 台鐵在大家的印象裡面 一定就會是 要嘛就是霧點 不然就是會覺得它怎麼這麼慢 我們的慢是基於說 我們對於各站的這個停靠需求 以及我們必須配合 就是直達列車以及這個去監測 為了改善輸運 台鐵宣布重新檢討列車系統及頒表 針對東部幹線一票難求 去年陸續把普悠馬 泰魯閣換成新字強號 泰魯閣跟普悠馬號 它主打的就是 當然就是以這個高速的列車為主 但是新字強號它的特點 就是它的運量比較大 也就是它單次能夠這個 乘坐的乘客人數比較多 至於國道客運 面臨軌道運輸的夾擊 挑戰更大 今年上半年 客運量約為2481萬人次 是疫情前的六成 總路線數也從疫情前188條 減到169條 國道客運主要是受到這個高鐵的競爭 大概台中以南的乘客 他選擇搭高鐵 那麼在新竹以北 又有這個桃園的這個積結 對我們客運的影響是很大 調整到一個小時一班 還是載不到客人 平常日的話開一班算賠一班 客運業者坦言 過去以軍人學生為主要客群 現在受到少子化影響到搭乘結構 客運業本身它可能也必須做一個轉型 大概它的客員主要就是 以北部通勤路線 譬如說這個高鐵跟捷煤到達了 基隆到台北通勤族 或者是中義桃園 往台北上班的這個客員 是我們目前的主力 國道客運基本上是民營 民營的情況下呢 如果它的營運成本一直上漲 價值又找不到 它唯一的途徑就是減班減線 我們也看到一些客運的業者 已經退場了 但是如果國道客運繼續萎縮 對我們剛剛講說 成績運輸三個運輸系統 要達到平衡發展 是完全不利的 將來大家如果都偏重到軌道運輸 還會有一些問題 如果軌道運輸發生的問題 我們就沒有一個資源 備源的系統去做相關的營運 學者認為政府必須改善 國道客運營運環境 台鐵要提升服務品質 才能挽救軌道與國道失衡的 公共運輸危機 TVV的新聞陳歐翔華卷三王河與台北採訪報導 而在國旅部分 住宿泰貴常常被人詬病 也降低國外旅客來台旅遊的意願 專家更盤點了台灣觀光四大致命賞 人就在車子裡面 長頸路從旁邊經過 還有斑馬探頭來要食物 野生動物跟你沒有距離 詹傑翔剛從泰國旅遊回來 直呼太好玩了 我們就搭了遊覽車進去 然後可以親自很近距離的接觸到動物 非常好玩 那台灣其實比較少有這樣的一個行程 因為大部分都是遠觀而已 不只是好玩還有好吃 大蛋美食酸辣魚湯 出國一趟讓他覺得比國旅還划算 幾乎每天都有去按摩 包含泰國的按摩兩個小時 也只有台幣大概六百塊左右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CP值而言就非常的高 國旅真的好貴 飯店住一碗動輒萬元起跳 有民眾廉價出遊 三天兩夜的頂級飯店 三個人就花了十六萬CP值極低 網友普遍認為玩國旅還不如去日本 國旅的部分的話 因為住宿大部分 我們要住好一點的飯店的話 大概一碗都五六千起跳 那因為出去玩 大概一住就會住個三四天了嘛 那個旅費會相當激人 可能就是起跳就會兩萬塊了 但我們去越南或者是泰國啊 我們住了大概三四星級的飯店 其實都還不錯 一個晚上也才一兩千塊 甚至兩三千塊 疫情過去各國觀光升級 但國旅還在原地打轉 領對小雨第一手觀察 世界各地的景點全部篩爆 而若你選擇留在台灣玩 篩爆的只有交通 專家認為國旅措施 疫情期間的轉古期 除了交通不便 缺乏配套更沒特色 老街走到哪裡都長得一樣 台灣的旅遊一直以來都是比較碎片式的嘛 就是它比較沒有一個整體性的感覺 就我們沒有太多的一些文化積累 所以我們可能都是這種打卡式的 就到現場去 然後一些景點 然後吃個美食拍個照 所以其實好像我們在國內的語言就是 換一個飯店然後吃一樣的東西 如果以歐洲來講的話 這個景點的話都是世界文化遺產 然後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古蹟 旅行社來講的話 去歐洲玩十幾天甚至團費不用七八萬 國內的假日或是國定假日連假的飯店 有好一點的民宿或者是說好一點的飯店 價位都要到好幾千甚至三萬跑不掉 其實台灣房價並不是亞洲最貴的 國際訂房網站資訊顯示 新加坡平均房價9169元 香港8089元 日本和泰國平均房價5656元4911元 都高於韓國的4550元和台灣的4411元 但民眾體感上還是認為 台灣旅宿價格高於日本 關鍵就是台灣人通常選在廉價或週末出遊 尖峰時間特別貴 根據觀光局統計 今年上半年 旅館業每晚平均房價4618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572元 漲幅14.14% 一般旅館每晚平均房價2647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198元 漲幅8.1% 截封後旅遊潮爆發 物價成本工資提高 缺工等問題都是房價創新高的原因 疫情後大家沒有看到就是國旅的升級 但反而看他們就殺雞取卵 就想把疫情之間的這個就是損失賺回來 在某些活動的時候 比方說高雄有很多野餐會的時候 很多那種很破爛的商務旅館 然後就可以開到3萬多塊的價格 那這種更是讓民眾會覺得 就有一點是在拿很低俗的餐點 然後在賣很高級的價格給我們消費者 那我們又不得不吃下去 因為我們就是需要這些房源 並不是要唱衰自己 只是如果都差不多的價格 國旅和出國你會怎麼選 TVBS新聞陳柚翔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